花卷凌威寿命新人恐将背锅 TTG传好消息 Kat偶遇老盖立刻逃离电梯 就在刚刚20号挑背6支战队首发出炉 从人员调整上来看 除了北京WB 其他5支战队都没有变化 而WB经历了一胜二败之后 似乎已顶不住压力 最终将中路流浪再次换回了老将花卷 多少有些节奏传出 如果今晚打赢一星 必定新人背锅 其他人无疑问题 反之结果也差不多 不知道这次微博老板还会力挺哪位选手 不过有大瓜爆出 据说WB流浪有一支KPL春季四强战队想买 不知是否可靠 但WB能让流浪首发 说明流浪是有一定实力的 与此同时TTG传来好消息 关博发文表示 教练老盖病情好转 已经正常开始赛讯工作 此消息一出 TTG上下及粉丝总算能放心观赛了 可有意思的是 随着老盖的回归入住酒店后 不仅与AG住同一家酒店 而且在AG回酒店的电梯中偶遇 AG全员看到CD后多少有些猛逼 再加上CD还未痊愈的嗓音 虽然大部分人都比较阵地 但似乎是殷凯的声音 有些害怕 立刻要下电梯 紧接着猫神紧跟略显尴尬 实在楼 哈喽 哈喽 在直播 哦 出演迟 我没提醒你一下 啊 在直播出演 没事 我来这边跟你们同归一镜 真的假的 我把口罩给他 别别别别 我先下 下车下车 你下车干嘛 下车下车 我的免疫力太弱了 我得下车 我下车 我下车 拉5CD 估计是二阳三阳了吧 有点害怕赶紧跑 免疫力太差了 不能生命了 这个关键时候 不得不说 虽然看似滑稽且尴尬的一幕 但这种病 对于抵抗力不强的人来说 很快就会中标 潜伏期太久 猫神对自己的身体心知肚明 紧要关头不得有任何闪失 规避一下也在情理之中 对此 大家认为 曾经巅峰对决的WB和一星 如今谁能第一个胡落平洋 AG能否顶住挑战者祝福 击败小当家呢